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度 每次看到第一个字 我都会让我觉得有点羞愧 我记得我讲过了 但再讲一次无所谓 这个字叫做controversy 能不能念成controversy 可以 音词发音 但曾经就有一次 我在补习班上课的时候 学生问我 老师这个字不是念作controversy吗 我就说不对 他念作controversy because that's how I learned it 他就没有再上过我的课了 我觉得非常遗憾 要是有机会 我可以再跟这个同学见到你 我会跟他说 对不起老师说错了 因为老师对音试发音 相对来说没那么熟 后来我就知道 反正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念成controversy也是对的 因为那是音试的发音 总之是 好但回到我熟悉的 这里说的就是 有一个AI所生成的一个艺术品 就竟然赢得了奖 那大家就觉得what the fuck 所以标题说的是 controversy erupts erupt就是喷发爆发 尤其将火山的时候 so controversy erupts over what over price awarded to AI generated art 所以controversy是有关什么呢 over什么东西呢 有关那个奖 而那个奖颁给了 AI生成的艺术品 so over the price what price price that was awarded 被颁给了 to what the price that was awarded to AI generated art AI生成的艺术品 所以有 excuse me 有什么什么生成的 我们就叫做什么什么generated OK 来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语音讯息 有这种东西吗 有自动生成的讯息 所以是auto generated 就是自动生成的 简单的说 OK 好 所以AI生成的 AI generated art 好 艺术品 好 那很多人说这很有问题 那你知道这怎么生成的吗 很酷 它是直接打入文字 然后电脑读的那个文字 就会把那个影像给拼凑出来给你看 另外你打夕阳 人类 末日 所以它可能就生出一个图画 然后里面有夕阳 有末日 还有人类 那人类可能是惊慌者 不知道什么 你如果要惊慌 你加一个panic进去 你就看到人类的表情是惊慌的 所以这蛮屌的 我觉得 OK 好 所以这里说 评论者就说 critics say the text to image system 所以这个主词 说that后面的这个直句的主词 这个主词就是 the system 什么system the text to image system 我刚刚讲的 文字转化成画面的这个系统 会对人类的这个东西造成威胁 所以它的动词就是 对什么造成威胁 动词是pose 那pose后面的名词就是威胁 所以它pose出了一个威胁 pose在什么地方呢 在人类的赚取生计的艺术创造上 中文听起来真怪 可是我们把它念完 so the system pose a threat to the livelihoods of human artists OK 突然间看了一下 这句有点乖乖 因为那个pose 应该要加第三人称 单数的动词变化 poses 因为它的系统毕竟是单数 来不及了 所以抓到它这个 al jazeera的一个小文法筹物 but doesn't matter so the text to image system poses a threat 好 所以这里再强调是pose a threat 这个动词变化 OK pose a threat X poses a threat to Y X呢对外造成威胁 pose 另外讲一个概念就是 pose这个字有个变化是impose 那impose呢把它翻译成 加注于强加于什么 那它的结构可能是 you impose something on something else 我有点想把这个字 给盖一下 这我本来写好的笔记 可是我觉得这不太好 我们还是用X当主词 X imposes Y on Z好了 这样比较有一种 可以做对比的感觉 所以前面这个句子 pose的受刺就是威胁 you pose a threat to一个受刺 而这边impose的受刺 不见得一定是威胁 你可以强加什么东西 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去 例如说你强加税 你对一个东西硬是给它打税 像例如说如果说是保护产业 汽车啊或那些的 所以进口车呢 税特别重 所以你会impose 比较高的税 在进口车的上面 好我下面这个句子 事实上是类似 我把它换成了盐 像例如说 以前我住加拿大的时候 我不抽盐 可是我知道盐是很贵的 那贵的关键 主要好像就是税很贵 so the government imposes high taxes on cigarettes 所以你就知道 impose是impose 税在什么上 在烟的上面 impose is high taxes on cigarettes 所以impose跟pose 不相同 impose是家租什么在什么上 强加于 而pose呢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威胁 造成什么东西 pose a threat pose danger to something 也是可以的 造成威胁 造成危险 或这样子的 所以不是家族的概念 好所以这里强调 再强调一次 critics说 critics say that the text to image system poses a threat to the livelihoods of human artists 所以另外一个字要讲的 就是liflihood 如果你只讲lifely这个字 就是很生动的 你一个表演 唱歌跳舞 what a lively performance lifely OK lifely 但加一个hood 就像neighbor 变成neighborhood一样 neighbor就是你的邻居 neighborhood变成你住宅区 所以lifelyhood 说真的跟生动 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所以不能说 跟刚刚的neighbor neighborhood 有那么一点相似处 我觉得是毫无相似处的 干 因为lifelyhood 变成你的生计 OK 不是生计公司 你的生计 假设你是一个开Uber的人 那开Uber就是你的lifelyhood 我差点想讲计算车 而计算车还是有 只是很多人现在都转转做Uber but that's your livelihood for sure OK 像我是教英文的 so teach in English is my livelihood OK my livelihood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了一个句子的说法 就是你做什么什么东西 是来维生的 so you do something for a living so I teach English for a living OK I teach for a living 你如果是盖房子的 you build houses for a living 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再转回为lifelyhood 这个字 so building houses is my livelihood 也OK 对不对 好 所以do something for a living 你做什么东西 是你的lifelyhood Same thing 看你怎么去转它而已 这个 好 酷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论 所以引发争论的这个动词片语 Spark Spark就是小火星的概念 所以火星塞 汽车里的火星塞叫做Spark Plug 多了一个塞这个字 没错 Plug 还可以是什么样的塞 你想的那个也是有了 你想的那个是什么 Bug Plug Yes OK 我就不打出来了 所以Spark Plug 就是火星塞 所以引发争论 Spark's Controversy Controversy Again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 因为这边其实很简单 说实在的 我们大概要说的是 大家对它这个反应这样子 就觉得很不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边直接说的一个值得看的词 就是 Yes OK 所以很多人呢 就诉诸于这个社交的这种媒体平台 来去表达他们的不满 说你怎么可以用AI生成的话 来参加比赛 而且还得奖了 还赢了这样子 因为这个态度基本上是 我不会道歉 就对不起 我们先看一下他说的这个话 I am not going to apologize for it 他不道歉 I won And I didn't break any rules 而我没有犯任何规则 因为这个比赛 据我了解好像是 你可以 他的比赛核心也就是 他们欢迎你用自己 就是操弄过的一些 数位生成的影像 所以本来他们想的 可能是你拍出来 然后你加上数位的一些滤镜 然后弄得漂亮一点 甚至合成 来创造出你的艺术作品 合成或之类的 比如说你把猪的身体 换成川普的头 然后可能会有点效果 那可能也有艺术价值 这样就对不对 OK 可是没有人想到过 他用文字 然后Boom 直接生成了画面 所以对他来说 他没有犯任何规则 他没有破坏任何的规则 违反任何的规则 所以I didn't break any rules 所以他认为他不需要道歉 但是很多人 就跑到了social media 来表达不满了 So many have taken to social media to express their anger and despair over the award 好 那所以这边这个动词片语 叫做take to地方 来做什么事 这样子 那take to地方的概念就是 我们跑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事 诉诸于什么地方来做那件事 我举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 我们讲说谁谁走上街头去抗争抗议 有没有 那个走上街头 不用walk 我们用的就是take to the streets 所以这边有一个片语 take to the streets 就叫上街思维游行 我们举个像我们那时候有什么东西 我差点讲野百合 太阳花了 太阳花旋 就是学生上了街头 抗议 So students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过去式的话 students took to the streets to voice their anger towards the government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take to the streets 那这边的话 the streets就可以把它改成别的地方 所以这里才说了 people many people have taken to social media to express their anger and despair 懂了 ok 好 所以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 这样子 好 那其实这篇大概就这样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字就好了 也就是刚刚这一段后面的这句话的完结 所以他很多人就表达生气 表达despair over the award despair就是一些那种沮丧不满这样子的 arguing 逗典后 arguing that it took away from the hard work invested by humans to physically create noteworthy art 对不起 不是这里 靠北 好 但这句还是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这么做 他们变成是 你就把这个 你等于说就剥夺了人家努力的这个成果 可能得到了这个奖的可能性 这样子 so it took away from something 所以你从什么东西 剥夺了东西 从哪些地方 from the hard work 就是很努力 那这些努力是被人类投资进去的努力 so the hard work that was invested by humans 来干嘛 来真的物理上制造出艺术品 to physically create 值得的艺术 noteworthy art noteworthy 值得筑记下来的艺术 noteworthy 来我讲的是cheat这个字 我怎么没找到cheat这个字 奇怪 here we go ok 所以那这个program叫做mid journey 就一个路途的一半mid journey mid journey can be fun but it should never be used to cheat other artists 所以这个cheat你知道是作弊 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加解析词 考试作弊 you cheat on a test 你对你的伴侣作弊 你对你的就是我讲伴侣大概是非常广义的 就你的结婚的对象好了 你的spouse 你的另一半 you cheat on your spouse you cheat on a test 所以一般来说接的解析词是on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加解析词的 那他就不能被翻译成 比较不能翻译成作弊的 我会觉得 就是你赢过了别人的概念 所以这里才不是说成cheat on other artists 因为这个cheat on会变成是有 就我们刚刚讲像背叛的感觉 对不对 作弊的感觉 但是你不是对着别的艺术家作品 作弊 你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赢过他们 所以他这里说cheat on other artists是可以的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听 就是要来表达说 你用什么东西来赢过了谁谁谁这样子 那这个谁谁谁就是死亡 死亡 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就可以来赢得死亡 赢过死亡 赢得死亡听起来乖乖 赢过死亡 就死这个事情是跟你的竞争是不会赢的 你会赢他这样子 所以科学家或者讲说医学界一直在努力的cheat death 这个词你会看得到 cheat death 所以发明了什么药 让人不会死 得了癌症可以治得好 得了艾滋病可以治好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the development in medical technology has progressed to a point that human beings cannot cheat death cheat death 所以就是你能够赢过死亡 在这场你跟死亡的斗争中赢了他 所以这边的cheat other artists 跟cheat death 都是不用接on的 大家听懂意思了 好 我希望你觉得有趣 那我们这篇大概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